歡迎光臨,我張福源跑馬,小明的朋友 這輪報紙最多的東西是兩個巴西騎士的問題 我這集未必會說這件事 但也想說巴西騎士 其實港澳兩地也有很多巴西騎士在這裡爭執 當然最著名的是莫雷拉 但莫雷拉隨著去年引退之後 整個巴西騎士陣營 不論港澳兩地好像散散 現在轉移去到新加坡 這就是後華 這十多年時間 港澳兩地也有很多出色的巴西騎士 對,莫雷拉不用說 我一直寫過幾個雷神 我不是當成散散散散 但我認為真是神父奇奇 真是厲害的 所以我尊敬她叫雷神 雷神帶脅了馬雅和波傑士 如果沒有她的話 根本沒有機會獨立來香港 對嗎? 同樣這樣說 即是你申請 你沒有雷神的先勞 雷拉的先例 根本申請都沒有用 根本是無數的申請書 其中一份丟在一邊 因為當時波傑士的那部技術 都是以巴西冠軍騎士的身份 巴西冠軍騎士 可能也沒有聽過這件事 怎麼會這麼遠找到她來呢 一定是莫雷拉引戰 我猜是一定有些關係 即是不一定引戰 我們不推測你 總之她有了莫雷拉的板 給你看 是巴西騎士 有一個板 你才叫開條水 其實大家不要忘記 莫雷拉不是第一個 巴西騎士 第一個是史文洛 大家都知道的 史文洛 我們在澳門都叫做略識 他在澳門威了很多年之後 就申請來香港 然後騎了兩屆 當時我們覺得 他澳門不是最好 我個人覺得 他都贏過冠軍 但是他不是歷來澳門最好的那兩個 好像很多人都說 他未必夠高威利好 絕對也不夠佩恩好 更加不及鮮毅力好 但起碼都叫做OK 他來香港第一季都成績幾好 都說他贏了四十幾場 第二季呢 他就是想埋大摩浮 誰知道就不合理 然後那季就贏了十幾場 他去到貴尾就不玩了 後來香港馬會應該是這樣 你勉為奇難騎 不要劈砲 騎完幾個星期 他也騎完幾個星期 才回澳門騎暑假 他回到澳門之後 發覺他的騎工愈來愈好 又再進一步 因為經過兩年 香港對高手過招之後 是呀真的 他在香港那兩年 對著大勝 高亞智 無思義 史毅力 一流一的高手 騎完兩年之後 始終都慢慢會進步 學一學就會進步 然後那幾年 史毅力在香港大超班 大超班是突然間 有多過杜西澳 一樣這麼好的 杜西澳 當時差不多 你們兩個 一定是一二名 史毅力 先走了才是杜西澳冠軍 但多數是史毅力冠軍 當時兩個人 當時去澳門 你剛開始應該還有印象 就是他們差不多 一天跑八場 他們兩個人可能贏了六場 是呀 就是穿三四條Q 這樣 當時就是 我們經常拿著這個數據 跟馬會的高層說 喂 史文樂和杜西澳經常穿Q 去灌壓軍 但是香港的韋太龍拍寶 是不穿Q 為什麼 當然兩地方不同 但是都沒有理由的 喂 真是 杜西澳和史文樂 一天平均穿Q 一定有三四場的 當時他們跑九場十場 是 八九場 十場 即是說 穿Q的機會很大 但是 柏寶和韋達 一年才可以交回十多條Q 給你交數 但是他們也壟斷了 一季 喂 數學上是不合理的 但是兩個都壟斷了大部分的頭碼 真的跟杜西澳和史文樂的情況一樣 總數上是一樣的 但是穿Q率明顯低很多 這個才是最奇怪的 人家的穿Q 一季可能穿七八十次 是啊 或者不止的 但是 原來呢 柏寶和韋達曾穿Q 這個已經 很多年前 直接向某些高層說了 這個你們 你們留意一下 根本不健康的 沒有理由的 不合理的 正如說 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 很多年之後 根本這兩個都 先走了 什麼 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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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很多時候 都會交給你 給你 不要緊 這就是 香港的事情 說回 事實上 原來澳門 先問我 就不是第一個 騎師的 第一個 巴西騎師 第一個應該是 開 他們澳門開幕之後 開幕之後 第二季 就來了 叫做北羅素 這件 老到年 早時都不會記得 我會記得 我記得的名字 但是我沒有 我想見過 不會多過一兩次 兩次 兩次賽日 因為當時我只敢不敢去 早年我去過三幾次 可能見過一次半次 北羅素 但是我當時 帶來一個 又是年輕一點的 巴西騎師 叫做貝尼路 貝尼路 當時澳門 我都是中級騎師 其實我根本不夠 鶴蘭道夫 不夠劉永康 那些好 沒多久 各位 你來這些都不用玩 因為根本 北羅素真的很普通 很普通的巴西騎士 什麼級數 我都不記得 不平 最重要 貝尼路 如果這樣說 如果今天 波建市 去回那個功力 去到 澳門 已經是最好兩三個 應該這樣說 所以 波建市 一定比貝尼路 和不羅素 不用說了 但是今天來說 波建市 十二 馬雅 馬雅最熟 根本 你有資格便宜 是 根本 馬雅好到馬雅 現在的程度 跟斯文羅 都還有距離 至少 在澳門 跟釋迦 的表現都是這樣 你有什麼評論 你有什麼評論 那個時候 我真的看過 鮮文羅 跑 回到澳門 跑 那兩季 我覺得 進步了很多 你看到 馬雅 明顯是 跑高 比以前 跑高很多 除了 他們去星馬 馬雅 進入澳門 成為冠軍 騎士 馬雅 去的年代 對手是比當時 鮮文羅的對手差 這是真的 他們都相對少 同場交際 因為鮮文羅 都轉了 去新加坡跑 主要是他發展的基地 去新加坡 所以 比較少同場交際 但如果你算馬跑出來 我始終覺得 鮮文羅 是略高過馬雅 現在在新加坡 也是 馬雅一走了 如果鮮文羅已經在新加坡 基本上青黃 馬雅回去之後 什麼戰局是怎樣 我到時再看 會不會馬雅 竟然在香港 雖然坐期不多 但可能他有進步 回到新加坡 又可以和鮮文羅平起平坐 我到時再看看當地 但如果真的比他們兩個 全勝時間 鮮文羅是真的高過馬雅 這是真的 總之來說 大家碎碎都不同 鮮文羅 年紀大過馬雅 十年左右 十年前 和今天的馬雅 都是十年前 鮮文羅 好一點 鮮文羅 一路進步 初來去澳門 只有一個 我們叫做 盲力 伯低推騎 後來發覺 馬雅 騎鱗是比較實 柳方 尺寸好 尺寸好 因為牆熟了 那些不關事 但是馬雅 騎鱗是比較實 他一路再進步 但進步極 我們就這樣說 根本跟他們 莫雷拉很遠 都不是那班 基本上是鷹甲和鷹超 好了 又再說 我再說 不可能的 這個我 季初說十次八次 沒有人相信 有些人說不行 也有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不是說 蘇紹輝 比莫雷拉 我再說一次 我用了一個比例 比喻 希望大家明白 因為 莫雷 由之至中 他都是 一派騎發 出身少林 一路高手 一路高手 一路高 一路高 由十大高手 到五大 一路都在學少林 少林高手 他沒有轉過派別 騎發跟南美一樣 改遍 沒有分別 跑平地賽 又是短直路 蘇紹輝不同 蘇紹輝 又是少林高手出身 但是 沒有辦法 為了要去外地賺食 要改學武當 歐洲長直路 沒有可能的 你已經是少林的最高 高手之一 你突然要轉 派別 轉門 轉一套功夫 轉另一套門 轉一套功夫 你又是第一 那你不是 超人 你不是說什麼 所以他一定 不可能 是 一樣這麼好的 是吧 簡單來說 莫雷拉 不轉 那他就保持很高水準 蘇紹輝 一轉 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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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鎊的 沒有可能 兩人都這麼厲害 沒有可能 從頭學起 兩派 兩派功夫 你把那一套功夫 扔掉了 重生要學過 你年輕的時候 都不是學這些套 你始終都是有困難的 是吧 那我再說一句說話 一個人可以 就是高帆 美國神童 一代的名將 一代的名將 差不多名流 只有賽馬斯的 Steve Cawthon 高帆 才可以這樣做 是吧 第二個 和他很接近 就是戴桃利 這些是 以後賽馬斯上的名將 那你一拿出名 大家知道 高帆 帶桃利 蘇紹輝 沒得給的 蘇紹輝 很好 但不是 不是那個級數 你去到那個級數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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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在這裏說 總之 突然間 一朝清代 沒有了巴西騎士 也不知道 以後會再沒有 南美騎士 沒有了 巴西 還沒有南美騎士 來香港 真的很可惜 是啊 真的可惜 沒有了 不過 反而不知 那時候馬會會看到 田泰安 即是巴拿馬 還是什麼 無理求私 無理求私人 實際上是南非騎士 哦 看了他 不過 南非 最好的年輕人 是否已經來了香港 有些來過的人 都是失敗而會 都沒有辦法 在南非找的 所以最好大條道 就是找澳洲 真的 夏季尾不夠 所以找兩個人 來頂住 都是預計之內的事情 會發生的 所以夏季更加兇險 真的 哎 真的 不作什麼評論 我們想重溫說 其實就是 眨眼都 不是太多 原來在港澳地方 騎過的巴士騎士 不是太多 十隻數字 也有很多 就是澳門三兩個 香港幾個 沒有了 有些人想去到很短時間 玩一年半 幾個月 我也有印象 澳門的審樂士 霸華素 都是來玩一兩季 游走了去中東 或其他地方發展 這些都 普普通通 但澳門都夠用 是啊 忘記了心樂士 都叫我們贏過一場 五萬多 心樂士 不是太差 但那些又是 相比波 這件事已經差很遠 沒錯 那個年代 希望將來 會不會還有新的巴士騎士 隨著他們兩位 都差不多說了 離去的 在整個香港 都沒有巴士騎士 澳門都應該沒有了 什麼都吃 都沒有了 只剩下新加坡 馬雅和市民郎 將來看看 香港騎士陣容發展 會怎樣 我們稍後再談 我們這集談到這裡 先歡迎各位網友 繼續訂閱我們的頻道 給我們鼓勵一個like 給我們 也歡迎成為收穫會員 收穫會員的方法 可以看到YouTube文字版 你們就拿個click 就可以成為收穫會員的方法 我們就聊到這裡